南出人的聲音 南出人的故事 觀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是 王冰煙燙 斷山 王冰雖然是嘴 但他的老爸在家鄉福建進港 奢養高度日子 後來他老爸假新落 王冰早逃無路 集合去火力旁找頭路 王冰在火力旁是人家的生疏 還要去那裡探養 何家知道他有一場找外國的工夫 在海外老鄉的幫助 他封了一個外國的店 有一個王冰在店裡 看到一個好心機在倫頭 他就嚇嘴去問 少年的啊 你有什麼事啊 想不到這個少年家 三腳跪了對 老闆啊 叫你好心收留我 王冰剛好在欠腳手 看一個人不想要吃不去的 就答應了 但是替王冰想不到的啊 是一個少年家 竟然是總督的跌啊 為什麼他會流落過頭啊 原來那一年總督發生內亂 當總督知道是王冰收留他的跌啊 就送他十三成百元 王冰心想 還要去當作三作 也要是為了有一個人 有法人公眾要做啦 算一個離開高雄還要十年了 就趕緊收拾平離 要提前回去 哪會知道 前這開出沒落空 突然 起大房 應是這麼大 王冰 集合又到我回來 但你心裡想到法轎同胞 常常說 要賺錢到去當山 看一碗法轎有改喚嗎 每晚都會睡著 後來 王冰想到 那我這段秋頭裡有很多穩妙 哪不然在火力邊 起一座桿 為這堂上的法轎那裡 做一件好事啊 但是 就當用大片的頭腿啦 總得知道了好 真感動 會出整整一條歌 討王冰去關 再給他 王冰過 沒多久 一碗法大塔 起好了 就是今天呢 一碗法大正老 王冰的名字 就親像整個塔 在教了福利賓法轎 跟討對人民的擁護 我的故事感到一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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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谢谢大家